从马英九总统宣布辞去国民党党主席之后 谁是未来的接班人 一直是各界的关注焦点 现在呼声最高的新北市长朱立伦 在各界劝劲声浪不断之后 上午宣布投入复选 34位党籍立委联署千呼万唤 蓝营领头羊 新北市长朱立伦终于愿意参选国民党主席 但表明绝不选2016总统获得肯定 我觉得这是非常了不起的决定 接近民意党意也是天意 进可攻退可守 这个是高招 为了展现有别于以往的政治将纲 朱立伦说他要让国家重回民有民智民想路线 推动内阁制降低投票门槛到18岁 而且让小党的补助门槛降到3% 各界怎么看呢 扩大青年的参与 我想是世界的一个潮流 不过这也是涉及到宪法层次 我说能够降低比例让小党能够得到适当的政党补助经费的时候 对于国内多元化的声音的发这个出声啊是有帮助的 你会当选就是会当选不会当选就是不会当选 可以算成年吗 蛮懂事的 这家人左右意见吧 朱立伦勇于承担给了蓝营新希望 至于2016是否他说不选就算数 或是到时候自然有压力拱他代职参选 目前言之过早 中视新闻综合报导 优优独播剧场方面